生病了该吃药 心里生病了该怎么办 国家发个帅哥来陪你聊人生 聊三观 聊感情 一段火场救援的女消防员 与国民心理医生的浪漫故事 火光恋人 作者 朵朵武 由殷小果四周诸侯携手众优秀CV 倾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报警地址在私施百货大楼 徐贵州和杜曲到达的时候 只见百货大楼下方围观人群众多 把大楼后侧的道路躲得水泄不通 难以通行 徐贵州没有办法把车停在拐角银行门口 和杜曲赶到百货楼下 抬头望去 女孩坐在八楼外延 身形鲜瘦 黑色长发被风吹得飘荡不定 看起来十分危险 但楼下的气氛却令人十分不适 围看热闹的人数众多 男女老少都有 大部分人拿着手机在拍摄 尤其是几个年轻人 看着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在高深讨论着拍摄角度的问题 更多人议论纷纷 更有人跟着起哄 还跳不跳啊 都坐了四个小时了 以为自己雕像啊 怂个屁啊 跳下来争取早点投个好台 看那个怂样 他要能跳 我直播吃香 徐规周听得皱紧眉头 镇队窗户下面 已经布置好了消防气垫 另外两个民警 在维持现场秩序 但围观人群并不见少 各种言论都有 徐规周和杜曲 找到了消防员了解情况 守在气垫旁边的是 蓝江消防大队 右江中队的年轻消防员 霍洪伟 大热的天 他穿着橙色强显的救援服 早就憋得一头大汗 可徐规周说 老上那个小姑娘才十九岁 之前已经有过 三次轻生的经历 都是在高层天台坐着 每次都坐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是同样情况 只要我们靠近一点 他就要跳楼 外面空间太小 不能强制救援 只能让他自己想通 配合下来 轻生的原因是什么 他报案说 学校老师有过猥亵行为 但没有实质证据 没办法起诉 他又找了心理咨询师 谁知道心理咨询师 把他说的话告诉了他老师 后来他在学校被孤立 好像想不开就想自杀 徐规周忍不住地回头看杜取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看起来极其冷静 问道 之前几次轻生求死的具体日期知道吗 陈宏伟愣住 没有回答上 具体时间不清楚 都发生在这半年里 徐规周说 谁在上面 小周 徐规周和杜取乘电梯到八楼 电梯光亮的金属面板上 反映着徐规周和杜取的脸 担忧和冷静 截然不同 一目了然 徐规周问 你刚才问那个女孩的自杀日期 很重要吗 杜取说道 轻生三次都被劝下来 一般人会认为 他求死一日并不坚定 可能这一次 下一次 下下次 都是虚晃一枪 徐规周微冷 刚才他也是这样认为的 甚至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觉得这一次 也应该像前几次那样 顺利解决 难道不是吗 求死的情况反复出现 如果周期正在变短 那是心理风险崩溃的征兆 他随时可能 在轻生过程中放弃自我 徐规周打了个冷战 赶紧打电话去 消防大队确认女孩的出警记录 查询结果并没有那么快 叮 电梯已经到了八楼 六层以上是办公区域 八楼已经清空了闲人 从窗户上看过去 只能看见女孩半边乌黑的长发 两名消防员一个守在窗口 小周身体已经站在窗外 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 看起来对方却没有回应 徐规周和杜曲走近观察 楼层外面是外眼的平台 女孩坐着两条腿悬在外面 低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小周看见两人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上来的时候 救援服脱了 穿着军绿色的T恤 出了一层汗 又被高楼间隙的风吹赶 看着狼狈极了 小姐姐 你来说两句吧 怕不太听我的 你们女生效力方便点 平台上空间有限 徐规周和杜曲只能站在窗前和女孩进行交流 手机响了起来 女孩的基本资料传送过去 徐规周一边拿给杜曲看 一边先和女孩进行着基本沟通 徐乐 徐同学对吗 我是兰江消防大队的 我们请了专业的心理医生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先和他谈一下吗 女孩身体微微一动 抬起头 表现出明显抗拒的表情 我不要 你让他走 我不要找心理医生 没想到一句话就有点刺激他 徐规周赶紧柔身安慰他 哎 你别急 听我们慢慢说好吗 我不要心理医生 你让他走 莫然我就跳下去 他一威胁 周围几个人跟着紧张起来 有室内最好的心理专家在 一个字还没说 就让对方强势赶回去 消防大队的几个人 都觉得有点说不出的憋屈 杜曲从窗口角度 观察女孩的动作神态 这时开口 徐览 知道心理咨询师 和心理医生的区别吗 她的声音不疾不徐 喘后平稳 女孩微真 没说话 杜曲继续说道 心理医生 要经过五年临床专业学习 见习 实习 心理学硕士两年 累积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 不少于三年 还要一年的专业督导 才够资格成为心理医生 女孩静静地听着 情绪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 她眼眶泛红 那心理自行师呢 是学过心理学的社会服务类从业人员 说白了 就是专业技能最浅的那一类 我们这一行起步的晚 鱼龙混杂 什么样的人和情况都有 我想 你是遇到了最差劲的那一个 那又怎么样 都已经发生了 女孩嘴唇微微息动 声音暗压 你帮不了我 要看是哪方面的帮助 如果你说的是立案起诉 我的确帮不上忙 但如果你是心理上的一些困惑 可以和我谈一谈 女孩摇头 旁边几个人都觉得可惜 刚才分明感觉到她的态度有所软化 还以为可以马上把人劝下来了 杜曲淡淡地说道 我想 在来之前 你已经想好了后果 你想用自己的死亡进行控诉 没有实质证据 死亡就是你为正言增添的最大砝码 如果能有媒体关注 那就更好 猥亵你的老师会受到惩罚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全国每天新闻那么多 你的事可能根本不会引起关注 该受惩的人不受半点影响 继续自己的生活 反而会因为少了你这个麻烦 而变得更加自在 女孩猛地抬头 徐贵舟一把抓住杜曲的手 轻声提醒 杜医生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等你哦 下集完毕 的